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曾经有严重的痛经 每当经济一到便疼痛不已 痛经有可能影响生育 在以前是颇为忌惮的疾病 不过当时慈禧地位低伪 不敢随意招太医 深受咸丰皇帝宠信的慈禧 于是便对皇帝撒娇说 自己常常常胃围不适 有时痛得难以忍受 咸丰很快传太医诊治 清代宫廷医药档案记载 胎医当时开给慈禧的药方 名为乙瓶调筋碗 乙瓶就是当时的慈禧 从药方来看 慈禧的痛经主要由于气欲不畅 情治不输 气质血淤而引起的筋浅浮痛 还经有湿热血虚 慈禧持续不断服药一年多之后 痛经的症状慢慢改善 之后更顺利怀孕产下龙子 你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看中医 我是张瑞玲 痛经是女性常见的病症之一 在刚刚的影片当中 我们看到慈禧太后 在十多岁的时候 也曾经有过严重的痛经 而其实谈到痛经吃苦 这很多女性朋友 应该都不会陌生 轻微的只是感觉闷痛 严重的常常会有头痛 腰酸还有昏厥等等的症状 甚至会影响到工作和生活 从中医的观点来看 究竟哪些体质的人 容易有痛经的问题 痛经的时候又该怎么办 然后有哪些方法可以改善呢 今天的节目 就带大家一起来了解 首先欢迎今天的两位来宾 第一位是台北慈禧医院 中医部福尔科主任 吴炫章医师 医师您好 大家好 另外为大家介绍 是艺人王淑菲 淑菲您好 瑞英姐好 吴医师好 全球大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刚刚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 我们看到这个慈泻太后 每当痛经的时候 她都会跟皇帝说 是她的肠胃不舒服 那事实上我们知道 很多人在生理期的时候 就容易腹泻肚子痛 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对 那月经来的时候 会合并痛经跟腹泻的症状 这个比较偏向经形泄泻 那就现代学知道 它可能是因为前列腺素的关系 因为我们子宫内膜 在月经来的时候 会分泌前列腺素 希望这个子宫内膜剥落 但是有些前列腺素 会分泌到血液里面 甚至到这个骨盆腔里面 那会去刺激这个结肠肌 造成这个腹泻的关系 那在中医的观点认为 这个可能是脾虚 或是肾虚引起 好 那究竟今天 我们要好好了解 痛经有哪些症状 不过我就先想请问 舒菲的是 您有没有痛经的经验 我记得印象特别深刻有一次 因为那个时候 就是大概十五六岁中学生 就是对保健养生 就没有什么概念 然后那一次下课之后 我记得是夏天 我去编译商店 想知道催个人气 结果忽然肚子痛到 我没有办法爬起来 就是蹲在地上这样 然后下面很像在打战场 很痛很痛 然后我是打电话 给我同学 请他们拿止痛药 过来给我吃 我才有办法 就是好一点回家这样子 好 我们知道这个 每个人痛经的症状 好像都不太一样 那有些人是腹部疼痛 像腹部疼痛 那有人是觉得腰酸 还有胸口闷闷的 还有人是头痛 像我的话就是头痛 就我很少腹痛 我都是直接来头痛的 那我们首先想请问医师 这些痛经的症状和范围 中西到底是怎么定义它的呢 其实中西对这个痛经的症状 基本上看法是一致的 就是它是月经来潮的时候 或是月经来的前后 大概三到五天的时候 所造成的这个下腹疼痛 脚痛的这个症状 那常见的这个经来 除了下腹痛 其他的症状 可能包括像瑞玲的头痛 或是容易疲倦 那严重的可能会 因为前列腺素的关系 会引起一些恶心呕吐 那或是腰酸 所以我们这些都是 正常痛经的症状 常见的症状之一 对 不过首先我先好奇的是 因为其实古代 好像对于痛经比较敏感 因为很怕人家认为 他不能生小孩 所以我们看到慈禧太后 就说自己是腹瀉 那到底在古代的 这个古籍里面 古书里面 有没有对痛经有描述呢 其实要讲到痛经 就必须要先了解月经的生理 因为古人在月经的生理 其实他有很详细的描述 就是月经为什么会有月经 他跟女子七岁 胜气胜 天癸治 任脉通 太通脉胜 那月事才得以时下 所以这里面有讲到几个关键字 就是你必须要有这个天癸 天癸就是类似我们现在的 女性荷尔蒙之类的 荷尔蒙类的物质 你有这个荷尔蒙类的物质之后 你必须要作用在韧脉 跟太充脉 这两个比较偏向 现在我们所谓这个 比较有性荷尔蒙接受器的 这个器官上面 所以这是月经产生的一个机理 那只要这个月经的产生的 这个过程不顺 都可能造成痛经的原因 所以中医最常说 冲刃这个包公鱼主 气质血鱼容易造成痛经 就是关系到你的冲刃 或是你的子宫环境不好 就可能造成痛经的原因 医生那我想请问 如果说这样的话 是不同年龄层的女性 她经痛的症状也会不太一样 对 其实会有所不同 就是像我们再来看这个图卡 那我们都知道就是说 一般在现代医学 痛经可以分成原发性跟虚发性痛经 这是以现代医学来说 现代医学的定义 那所谓原发性痛经 就是没有其他的骨盆腔的病障 那通常它是在出经之后 六到十二个月发生 所以在一般原发性痛经 都是在比较偏向年轻的女性 也许她十二岁出经来之后 到二十出头岁的时候 那通常她的月经的特性 痛经的特性是只有 月经来的时候会肚子痛 那持续这个大概一到三天的时候 那通常月经量少的时候 她就比较不痛 那如果说比较年纪大一点 三十岁以上 她可能比较多的是这个 激发性的痛经 也就是说她可能合并有其他的骨盆腔的病变 那这些痛经的时候 她可能不限于只有在月经来的时候会痛 她可能平常 比如说经间期也会出血 或是月经后 她的这个子宫还会觉得闷闷的痛 这种就是所谓比较偏向续发性的痛经 所以她的经痛时间通常强度比较不固定 所以一般我们临床医师 不管中医师或西医师其实都会从你的症状去判别 你到底可能是原发性还是续发性痛经 古人当然也有观察到续发性痛经这一块 这个叫做积聚 所以治疗方式针对这种积聚 她就是特别重视在调理 不只说月经来的时候不痛 她可能在平常的时候 就要针对这个续发性痛经的原因做一个治疗 如果以中医的话怎么定义痛经 怎么分呢 那如果说中医定义的痛经 它通常可以分成实症跟虚症 那实症就是所谓的气血庸致不通 那不通会造成这个疼痛的状况 那跟经脉道理一样 对 就是不通则痛 那气质血液则会造成疼痛 那虚症通常会 就是比较偏向气血两虚 它经脉失于乳氧 冲韧失于乳氧 就会造成不容则痛 如果实症当然就可能因为外邪 或是造成的气质血液会造成这个疼痛 譬如说气质血液 它可能就比较偏向经前 或是经来的时候小腹脏痛 那经形不畅 那经色比较偏暗红有血块 有些妇女 月经来的时候血块出的时候特别痛 这个时候就会归类在这个气质血液的疼痛 那如果说寒凝包中 就是比较偏向于月经来的时候 它小腹是冷痛的 那肚子比较冷冷 喜欢暗 那希望得热 就是喝一点热的东西 它会比较缓解 那如果说是淤热型 湿热下注型 它可能就是它的状况 比较偏向于这个月经前 会有这个加剧性疼痛的问题 其他虚症型分成气血虚弱 跟这个肝肾虚损 那气血虚弱就比较偏向 譬如平常比较容易疲倦 那它的月经比较偏淡 那肝肾虚虚就比较偏向 月经来的时候会痛 甚至平常会腰痠的这个情况 好 医师我想先简单问一下 食跟虚究竟是怎么分 因为我们现在看到这个食症是 这个气血雍质不通则痛 然后虚症是属于乳氧不容则痛 这两个的差事差在哪里 其实一个就是聚案 一个是喜案 就是你肚子痛的时候 如果不喜欢人家碰它 这个比较偏向食症 那如果虚症的话 你可能得热 就是你热敷之后会比较缓解 喜欢抱着肚子 这样就是比较偏向虚症 那当然还要其他的全身性的症状 去做一个判别 中医将痛经分为食症和虚症 食症的原因是不通 是指筋脉不通所造成的疼痛 虚症的原因是不容 是指体内气血不足所引起的痛经 现代人熬夜工作压力大 比较偏向气质血运 干气不顺 所以他压力大 就是气血循环不好 比较偏向气质血运 那另外现代人喜欢吃冰 那夏天 我们现在夏天 刮果类冰类就吃的比较多 所以容易在旌旗前后 吃到这些冷的东西 造成这种 精血排出不畅的情况 我觉得对 现在夏天 我就是一定要到冰店去报到 而且现在便利商店什么的 五花满目 都是各种口味的冰淇 真的很难忍住不吃 我想问医生说 真的都不可以吃吗 还是一吃真的 就会影响到经痛的问题 其实冰 我是建议在旌旗前后 尽量不要吃 因为冰是属于寒丝类的东西 你吃冰进来 必须要靠身体的热量 去把它代谢掉 那如果你本来 本身就是脾胃不太好 这个时候又加上冰种 寒湿的东西 让你的脾胃晕化更不好 甚至造成你的月经来的时候 气血没办法下行 那个时候就会加重 这个痛心的症状 所以其实还是可以吃 我们就避开这个事情就可以了 这是避开前跟后 你说前也不行 后也不行 那这样加起来 是要十四天了吗 差不多 就等于是 一个月经 半个月不能吃 前三天跟月经 完全结束后三天 尽量这个时候 如果你是原发性痛 不要吃 少吃为妙 好 我们知道中医将痛经 分为实证和虚证 气血不足 或者是运行不顺畅 都可能会引起痛经 而中医治疗痛经 除了药物之外 其实针灸也可以达到快速止痛的作用 我们就带您一起来看看 台北慈济医院中医部主任陈建林 擅长妇科疾病的治疗 在临床上 他会根据病患的月经周期 筋血状况 以及疼痛的性质等等 来诊断患者的体质和病因 达到致病的效果 因为我们有不同的辨证 在用药上 它的效果就会不一样 比如说我们问你说 你这个疼痛 是属于胀胀的疼痛 还是闷闷的痛 甚至有些空空的痛 痱痱的 或是醉醉的 或者是收缩的 或是刺刺的痛 所以大概是这样 有些人就说 我常常都是两三个在一起 没有关系 你就看看你的疼痛的总和是什么 中医的这个治疗里面 大概分做所谓的服药 针灸 推拿 还有一般的我们的饮食保健 大概是可以用这样子来做 中药的话 一般来讲的话 通常治疗三个月 它的那个疼痛的性 疼痛会缓解很多 所以我们一般的话 大概就治疗 以三个月为一个周期 那以两个治疗周期 来做一个标准 中医治疗痛经 注重整体气息的调理 针对不同的症型 对症下药 除了中药之外 针灸也可以降低 金钱症候群的不适 对于急性痛经 有利己的疗效 而且也获得 世界卫生组织的认可 这方面的针灸治疗 止痛的效果 本来就一直都是 受不外的肯定 所以那个世界卫生组织 也都认为 针灸止痛的效果 本来就很好 所以这个部分的 针灸的效果 在所有的这个研究里面 都是优于那个 什么止痛药的 而且它没有止痛药的 互作用 针灸透过筋络瘀位的作用 能够达到快速止痛的效果 也可以降低病患 对西医止痛药的依赖 中医师根据病人的症状 选用相对应的穴位 来疏通经脉气血 常用的穴位 包括妇科 三阴胶 关元穴 三阴胶这个穴道 在治疗妇科疾病来说 相对就是非常重要 那此外就是 皮筋的血海 肝筋的离沟 还有通充脉的公孙 和通代脉的竹林气 还有韧脉上面的官员 都是我们常用的穴位 针灸可以温通经脉 活血止痛 另外透过爱酒疗法 在对应的穴位 熏上一二十分钟 对于缓解痛经也有疗效 针灸适合用在 就是气血不通畅的这类病人 那气血不通畅造成的原因 有非常非常的多种 那一种是情绪紧张 然后或者是坐的时间比较长 运动的时间比较短 那它的痛经表现成 闷闷痛的这种病人 那我们中医说是气的不同 叫做气质 这样子的病人呢 适合单纯的针灸治疗 那另外呢 就是有一部分的病人呢 他是喜欢吃冰的东西 或者是女孩子 喜欢穿很短的裤子 那暴露在很冷的冷气房当中 这样子的病人呢 他的经络气血 会被寒气所凝制住 那这样子造成的不通呢 就适合用灸法来做治疗 中医治疗痛经 以气血通调为主 同时还要注意 平常的饮食作息 才能改善体质 远离痛经的困扰 月经是伴随女性 一生的好朋友 她每个月的状况 是不是正常 或被疼痛 其实这也反映出 我们的健康状况 我们知道中医 很注重月经周期的调理 所以接下来就要请问医师 究竟我们怎么样来调理身体呢 是 那通常月经的保健 我们可以分成月经前 月经周跟后期的保健 那其实这都很重要 因为常常妇女会觉得 只有在月经来的时候保健 或是月经后吃个食物汤 其实这是不够的 如果你有痛经的问题 其实在经前期 特别说你有一个 经前症候群的症状 比如说什么是经前症候群 有的妇女在月经前的时候 会有水肿 情绪会容易波动 或是容易头痛的这个状况 其实有这经前症候群的状况 你的月经前 最好就是以清淡饮食 跟适度的运动来帮忙 那饮食方面 可以多吃一些比较顺气 疏干的一个东西 如果在行经期的时候 一般我们的重点就是要在于 这个促进子宫的收缩 所以饮食的原则 比较要温热性的东西 这个时候千万就不能吃 寒凉类的食物 或是类似的冰品 因为这个时候 你吃冷的东西 会让子宫收缩更不好 你的经血会排出不差 那在月经后期 就是月经完全都干净的时候 这时候我们就要做 进行一些保养的动作 比如说滋阴阳血 来补充你月经期流失的气血 跟营养物质 那通常我会建议病人 多吃一些红色的蔬菜水果 因为补血 红色的蔬菜 蕃茄那种蒜吗 蕃茄 苹果 桑胜 这些里面都是含有 比如说茄红素 或是一些铁子类 比较多的成分 有一类的病人是属于 先天比较偏向肾虚的病人 或是我们说现在因为老损 容易造成肝肾阴虚 在今后期 我们中医会特别强调补肾 为什么 因为有一些坚果类的东西 它其实含有些微量元素 像鎂或是鲜之类的微量元素 它可以帮助你的月经来的时候 缓解精减症候群 甚至让你的体质变得更强健 月经周期的调理 在经期前 以清淡的饮食和适度运动为主 月经来时 饮食的原则 以温热寄寒凉 月经之后 可多吃红色补血食物 补充经期流失的气血 医师就我有一阵子工作压力比较大 然后经期都常常就是很不准 然后有人跟我说 喝食物汤会很有效 那是真的吗 那我们要怎么喝 其实食物汤坊间都有食物汤的迷思 就是月经后 不管说妈妈 或是自己都会觉得 去买个食物汤来吃 那食物汤 其实我们回顾它的这个历史源流 它的组成其实是当归 川穹 熟地跟百扫 那最早一般认为是记载在宋代的疑点 太平惠民合计局方里面 它的功效 它有养血 活血的功能 那组织可以治疗一些血虚及富人的经病 那看起来它当然它的效果是不错 这是补血 养血的功效是不错 但是临床上我们常会发现是说 我不知道各位观众朋友去买的食物汤 你是只有这四味药吗 我不知道它应该是说精华浓缩 我们一般很小去看对不对 对 我们就看它写事物就拿回去了 或是你去中药房抓的 可能也不止这四味药 你把它摊开来看 其实里面大部分都可能加减 变成八真汤或是十全大补汤 以价格来做一个区分 那所以说如果你本身合并有一些其他的问题 譬如说你平常体质比较燥热 那如果你不是单纯喝这四味汤 你用八真汤或十全大补汤 你可能就火气过大 你反而喝了四味汤 你如果会觉得长痘痘 会便秘痔疮 它可能那个四味汤对于来讲 加减四味汤对于来讲又太不 那另外就是说肠胃消化功能不好的 可能也不能喝单纯的四味汤 因为当归熟地这比较脂腻 它可能会造成容易腹泻的状况 越进来的时候 所以你变成中医师必须要跟对 针对你的肠胃的问题 再去做一个细部的加减 那其他还要提醒注意的是 如果你有子宫肌瘤的 也不适合自己去买四味汤来吃 越养越大 对 会越养越大 因为四味汤里面有一些植物性荷酪的成分 其实如果肌瘤的成分 又是你有特殊体质的 其实我们观察到有可能 你可能越养越大 包括其他的子宫肌线瘤也是 所以四味汤其实要针对个人的体质 跟阵型来做一个调配 所以最好的方式是 首先你要知道你自己的体质 适不适合四味汤 还是先请教医师 对 那其实四味汤 其实也不见得一定是在月经后吃 像我们中医师在治疗痛经 有的时候如果你月经行经的时候 我刚刚说气质血液 血块要出来的时候不出来 那个时候其实是可以喝四味汤的 那我们会去做加减 譬如说像加上桃仁跟红花 它变成桃红四味汤 它就有帮助这个去瘀血的作用 另外医师我还听过 有人在生理期的时候会喝生化汤 那这个是适合每个人吗 其实也不见得适合每一位病人 因为生化汤比四味汤 它的活血化育的力量更强 通常如果就生化汤的原方 它的当归可能用到八千 穿穷是它一半的剂量 所以用这个生化汤这个 是在强烈的促进子宫收缩 有点类似现在的子宫收缩剂 那所以这个其实并不适合 每一个妇女在月经来的时候 痛心都吃 因为如果你是激流的 她吃的生化汤可能造成血泡 因为强力的子宫收缩 月经就收缩不止 就变成是这个情况 所以我们今天学到 不管是这个四物汤 还是有些人会喝生化汤 其实都不要自己随便去喝 一定要经过医师的诊断 看你的体质适不适合 那除了四物生化的话 有没有什么是 我们不需要来请教医生 自己在家里自己就可以的呢 像是按摩哪一些穴位之类的 那如果就穴位的按摩 我们其实可以选这个三个穴位 那第一个是三樱胶 那三樱胶这个穴位 在足内怀上三寸的地方 就是一般是在你四个指头 横幅的这个位置 就是内怀你两四个手指头 在脚的内侧 那这个穴道可以用按的方式 月经前月经来月经后都可以按 按几下 就是通常你是压放压放 可以压二十下 那一般来讲如果你有金钱水肿的问题 压可能就特别痛 我们说妇科三樱胶 你如果压它会觉得很痛 通常是代表你妇科方面有些问题 那另外一个穴道 两个穴道是可以热敷的 我们说是在脊下关圆穴 就是在肚脊正下方三寸的地方 那这个地方大部分就是你肚脊下 你可以用一个热敷垫 或是用爱草 去揪这个下腹部关圆穴的地方 那子宫穴的地方 比较偏向肚脊直下四寸 再旁开三寸的位置 就是大概在这个少腹 两边两侧的位置 那有的妇女来的时候 这个痛经它比较偏向两侧 那通常也可以热敷这些穴道 好 这样听起来的话 就是脚的那个地方是用按的 然后下腹部的时候是用热敷 可以热敷 好 这个中医治疗痛经 注重的是整体气血的调理 如果能够搭配适当的饮食 做好旌旗和日常的保健 都可以慢慢地改善体质 远离痛经的困扰 让自己在生理期的时候 也能够保持好心情 拥有好气色 谢谢今天的两位来宾 看中医 中医看病怎么看 我们下回见